路加福音第十章 此后,主另外选定了七十二人,派遣他们两个两个地在他前面,到他自己将要去的各城各地去。 他对他们说, 庄稼多而工人少,所以你们应当求庄稼的主人派遣工人来收割他的庄稼。 你们去吧,看,我派遣你们犹如羔羊网狼群中,你们不要带钱囊,不要带口袋,也不要带鞋,路上也不要向人请安。 不论进了哪一家,先说,愿这一家平安,那里如有和平之子,你们的和平就要停留在他身上,否则仍归于你们。 你们要住在那一家,吃喝他们所供给的,因为工人自当有他的工资,你们不可从这一家挪到那一家。 不论进了哪座城,人若接纳你们,给你们摆上什么,你们就吃什么。 要医治城中的病人,并给他们说,天主的国已经临近你们了。 不论进了哪座城,不论进了哪座城,人如不接纳你们,你们就出来,到街市上说,连你们城中粘在我们脚上的尘土,我们也要给你们服下来。 但是你们当知道,天主的国已经临近了。 我告诉你们,在那一日,所多玛所受的惩罚,要比这座城容易忍受。 科拉扎因啊,你是有祸的了。 贝特塞达啊,你是有祸的了。 因为在你们那里所行的异能,如果行在提洛及七东, 他们早已披上苦衣,坐在灰尘中,而改过自新了。 但是在审判时,提洛和七东所受的惩罚,要比你们容易忍受。 还有你,格法翁啊,莫非你要被高举到天上吗? 将来你必被推下音符。 听你们的,就是听我,拒绝你们的,就是拒绝我。 拒绝我的,就是拒绝那派遣我的。 那七十二人欢喜地归来,说。 主,因着你的名号,连恶魔都屈服于我们。 耶稣向他们说。 我看见撒旦如同闪电一般自天跌下。 看,我已经授予你们权柄,使你们践踏在蛇蝎上, 并能制服仇敌的一切势力,没有什么能伤害你们。 但是,你们不要因为魔鬼屈服于你们的这件事而喜欢。 你们应当喜欢的,乃是因为你们的名字,已经登记在天上了。 就在那时刻,耶稣因圣神而欢心,说。 父啊,天地的主宰,我称谢你。 因为你将这些事,瞒住了智慧及明达的人,而启示了给小孩子。 是的,父啊,你原来喜欢这样做。 我父将一切都交给我。 除了父,没有一个认识子是谁。 除了子及子所愿启示的人外,也没有一个认识父是谁的。 耶稣转过身来,私下对门徒说。 见你们所见之事的眼睛,是有福的。 我告诉你们,曾经有许多先知及君王, 希望看你们所见的,而没有看见。 听你们所听的,而没有听到。 有一个法学士起来,试探耶稣说。 师父,我应当做什么,才能获得永生? 耶稣对他说。 法律上记载了什么? 你是怎样读的? 他答说。 你应当全心,全灵,全力,全意爱上主,你的天主,并爱近人如你自己。 耶稣向他说。 你答应得对。 你这样做,必得生活。 但是,他愿意显示自己理直,又对耶稣说。 毕竟谁是我的近人? 耶稣答说。 有一个人从耶路撒冷下来,到耶里哥去,遭遇了强盗。 他们剥去他的衣服,并加以积伤,将他半死半活地丢下走了。 正巧有一个司机在那条路上下来,看了看他,便从旁边走过去。 又有一个类位人,也是一样。 他到了那里,看了看,也从旁边走过去。 但有一个撒玛里亚人,路过他那里,一看见就动了怜悯的心。 遂上前,在他的商处住上鱿与酒,包扎好了,又扶他骑上自己的牲口, 把他带到客店里,小心照料他。 第二天,取出两个银钱交给店主说。 请你小心看护他,不论余外花费多少,等我回来时,必要补还你。 你以为这三个人中,谁是那遭遇强盗者的禁人呢? 那人答说。 是怜悯他的那人。 耶稣遂给他说。 你去,也照样做吧。 他们走路的时候,耶稣进了一个村庄。 有一个名叫马尔大的女人,把耶稣接到家中。 她有一个妹妹,名叫玛利亚,坐在主的脚前听她讲话。 马尔大为伺候耶稣忙碌不已,便上前来说。 主,我的妹妹丢下我一个人伺候,你不介意吗? 请叫她来帮助我吧。 主回答她说。 马尔大,马尔大,你为了许多事操心忙碌,其实需要的唯有一件。 玛利亚选择了更好的一份,是不能从她夺去的。